从小到大 我有亲密恐惧症 但静静对我来说是个例外 在她的身边 我没有任何的顾虑 她有什么要求 尽量满足她 我只想让顾荣尽快回家 是 董事长 您这心里全是小顾总 我相信小顾总总总有一天 会明白您的良口用心的 大愿吧 您好 再晒太阳啊 阿姨好 回去就做饭了 好 老苏 你慌慌张张张的做什么去啊 媳妇出事了 静静不见了 小顾 静静没跟你在一块啊 没有啊 我跟伯母去买菜了 静静没回来吗 没有啊 我给静静打电话 她手机一直关机 静静从来不关机的 这都失联几个小时了 你给艾米打电话呀 兴许她在艾米哪里呀 我肯定打了 艾米说 静静没过去找她 你说这孩子不会出什么事吧 急死我了都 那你不要瞎讲呀 怎么了你们这是 我联系不上我们家静静了 是是 她下午还在我这儿喝酸梅汤呢 是吗 那她喝酸梅汤去哪儿了 对啊 当时人多 我想想 你好好想想 好好想想 她 对了 那个来了一群 穿西装的男的 把她给带走了 穿西装的男的 这不会有什么事吧 婆父 伯母 我知道静静在哪儿了 你们别担心啊 我肯定给她带回来 没事啊 不会有问题吧 放心 没事吧 我爺爺今天在公司吗 喂 顾总 我爷爷今天在公司吗 不在 中午就出去了 怎么了 挂了 什么情况 怎么了 没事 就是顾总突然问我 董事长在不在公司 董事长 什么事 白总 顾总那边 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我出去等你 什么情况 苏小姐 只要你愿意配合我们 这张支票上的金额 您可以自由地填写 倒像是你们顾家的风格 那家伙刚到我家的时候 也是这套逻辑 如果您还有什么别的要求 您可以直说 我们财务法务都在这儿 我们也会尽量地满足你 我唯一的要求就是 别再来烦我 苏小姐 在你没想清楚之前 你不能离开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快 快 快 静静 静静 住手 放开 你们几个啊 你们几个 都老实点啊 都老实点 我不想变成小别人的话 老实点啊 你来干什么呀 我来保护你啊 还动 往后退 后退 还动 顾总 别打了 古容 古容 你终于回来了 我正好想要问你 你为什么要把苏静静带到这儿 我不请苏小姐来 你又怎么会出现呢 你让何主人四处抓我 还带人去苏馆打架 这些我都忍了 但是你要伤害苏静静 我一定不会坐视不管 古容 你以为苏小姐真的适合你吗 你身边有太多优秀的女孩子 你都看惯了 那苏小姐 只不过是你图一时新鲜 我对静静的感情 我自己最清楚 她虽然看起来平凡无奇 但她善良 单纯 从来不会强迫我去做任何事 从小到大 我有亲密恐惧症 但静静对我来说是个例外 在她的身边 我没有任何的顾虑 我不用去扮演 你顾振华的孙子 也不用扮演 顾氏集团唯一的继承人 我只要做我自己 做顾容就够了 所以我愿意为了她 做一个简简单单的幼稚鬼 我只想她每天开开心心的 你